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赖清德则是没开眼笑 他到底在笑什么我们也很想知道 外交部长吴钊燮请辞虚荒一招 因为总统觉得这段时间外交表现还不错 所以没有辞的必要 官员脸皮能有多厚 台湾还要阿Q到什么时候 要不就是耍赖功夫一流 教育部长吴茂坤被踢爆违法到大陆 却不认下台支票 没有校长的台大毕业典礼 现在发起一人一信邀请管中敏演讲 为您介绍今天节目来宾 首先资深媒体人黄敬平 亲位好 大家好 国民党立委柯志恩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政大教授汤绍成 大家好 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凯 亲位好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罗有志 亲位好 大家好 今年还没过一半 我们就已经又渴又热还没朋友 缺水缺电 有帮也有可能断光光 好 来看到在昨天传出的这是不及纳法所汉台湾正式断交了 那么在5月1号的时候呢 才跟多米尼交断交 好 所以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你看到这个总统府呢 台湾的国安外交官员 在总统的算领之下呢 一次排开 开了记者会说明 那么蔡英文就说呢 虽然是我们看到她这个执政两年来 断了四个邦交国家 但是呢 总统说 这是中国大陆这一连串对我国外交打压 充分显露出中国的不安与缺乏自信 同时她还提到 这是呢 来自于最短时间以来 台湾和美国最理念相近的国家 在经济安全上有更多的实质进展 因此呢 她打了美国牌 还有她说 对于中国这些蛮横作为 我们不会再忍让了 好 那么另外呢 就是来自某媒体的内幕分析报导 指出呢 根据呢 这个总统内的涉外人士表示啊 台湾因为在这一次WHA的国际声量太大了 国际情势一片看好的情况之下呢 让对岸陷入挫折当中所采取的挖友邦墙角 那么同时呢 对我们祭出了报复手段 真是如此吗 我们什么先不讲 先讲这个布局纳法所 外交部在第一时间有掌握到状况吗 事实上从四月份出访的时候 这个蔡英文总统 那么当时这个布局纳法所呢 就不愿意接待吗 当时其实就已经有些谨慎出来了 在这一次的WHA 好 第一时间她也没有 说要帮我们发言的 要力挺我们 这个部分没有 那么第二部分呢 也放鸟 这个放鸽子 陈时中部长 所以这些 这个到昨天 我们都从头到尾还不知状况 结果汉总统一边在吃荔枝的时候啦 又一边就被断交 这样对吗 有帮断交动地来 这个总统直播卖荔枝啊 这个就是我们政府高层官员跟他的所谓的国安团队幕僚 在总统府面对这样的一个警讯的 他的平常的写照 以及好像很冲农一样 很这个行色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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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副这个感觉好像状况外 刚刚提到说四月份的时候 当时在安排蔡英文总统到非洲 维俄两个邦交国其中之一 现在改名叫史瓦蒂尼 之前叫史瓦季兰 那个国中国去这边参访的时候 四月份外交部的次长刘德利 一样照例 记不记得上次多明尼加断交之前 也是刘德利之前也去跑了一趟 那现在这个总统那时候要去这个史瓦蒂尼访问的时候 他也跑了一趟去这个布吉纳法所 然后希望也能够安排这个蔡英文总统 造访非洲的时候 去史瓦蒂尼也顺道访问这个布吉纳法所 结果对方跟他说我们总统不在 然后也跟他说我们这边的这个武装暴动的这个政治动荡不安 的确啦 他们这个武装暴动也不是今天第一天发生的新闻 一段时间了 但是当时外交官员 包括刘德利在内 这些外交部的所有核心决策圈的人士 多少都知道内心有一点不安的嘛 但是你们不敢说出真相 你们也不敢告诉我们台湾民众 不敢告诉国人 可能面对这样一个断交的情况 两岸关系的结这个不结啊 我觉得这种断交潮啊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就像这个前傅之前讲的 两岸关系它的最上位就是在外交关系之上嘛 那今天蔡英文政府一直想不透这一点 今天也不是说要你逼你承认九二共识 或者是逼你在这个台湾 有关于你这两岸关系上做什么样的让步 但是呢你今天说两岸关系并不会 他不会把小岸关系想要搞僵 可是因为这样的外交断交潮 一个月断两次耶 23天从多明尼加到布吉纳法索 我们的在外交战场上都还没有休养 升息一般 还没喘口气水都还没喝完 马上又断一个 以这样一个月断两个的情况之下 我看今年还没过完签会 可能那个我们18可只能要各位数了 到了年底十一二月大选的时候 或许民进党有些这个独派人士 民进党内会悠哉悠哉 没关系断啦 台湾人很悲情的 阿共啊阴谋啊 一切都是这个 记不记得上次多明尼加断交的时候 这个赖信德当时就讲 这是中国要併吞台湾的一个阳谋啊 他的一个策略嘛 就讲了反正所有跟台湾有关的 这些友邦断交 一切都是中共挖走的 中国大陆挖走的 然后不管是出几十亿美元 五百亿美元 像这次布吉纳法索 又说人家五百亿美元 姑且这个是被挖走的墙角 这些我们过去的友邦 在政治上去制台他们的这个身价 想要在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 两岸啊 这个两边都得这个互蒙其力啊 能够多达一点好处 就看你台湾要不要出多少价码去留 问题是我们今天已经没办法了 我们有这么多钱吗 我们照顾自己国人都没办法了 更何况中国大陆已经崛起 也非无下阿蒙 人家就是有钱 你今天讲说中国大陆挖人家的这个 挖我们的这个墙角 把这个人家友邦挖走了 显示他的这个不安 你缺乏自信 我觉得这个是他自己讲话在自嗨 他发表这样的一个 对这个措辞强硬的这个声明 好 问题是讲完了 然后呢 你告诉我们要怎样啊 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解决我们现在被外交困台的困境 你要告诉我啊 你不是说我们团结啊 一致啊 走向国 感觉好像是文青似的喊话 然后就没了啊 我与其听你这样的一个抱怨 我觉得他昨天这样子讲 好像在抱怨一样 发牢骚 你不如讲你离职下台的敢言好不好 我还比他听 比他想听 至于这些民进党的这些高官 陈渠 赖清德啊 在旁边讲了 我们要团结一致对外 拜托啊 国民党被断交的时候 你们讲什么啊 在那边唱这个讲风凉话 唱出来这个政府 还不是一样 今天你们反求诸己好不好 自己看看自己在执政的时候 两年断四个国家 除了在我们这个退出联合国 那一波断交潮之外 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到现在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啊 后无来者应该也是你们自己啦 也是蔡英文啦 其实现在也不是想说要酸言酸语言 没有人想要冷嘲热讽 我目前只觉得悲哀汉无力啦 因为一看不到这个 蔡政府到底拿出了什么样实质的作为 他只会跟我们说 中国打压 中国打压 我们难道不知道 我们也会看啊 他只会说呢 显露出中国大陆的不安 还有缺乏自信 很多人想说 天哪 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那我们政府除了阿Q还能怎么样 难道台湾呢 台湾都不自我检讨的吗 没有错啊 今天很多的家长看到我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昨天听到蔡总统非常强悍的一个语气 她说我们不会再忍耐 每个人下去就说 那怎么办 我们要宣布台独了吗 那我们要开始启动争兵了吗 我家小孩要被去当兵了吗 连家长都可以讲出这么具体的做法 可是我们这个政府显然还是处在 村庐刚刚千位所提到 还是在一个非常文清的语言 的确一个23天断了两个邦交国 中国大陆的确是非常的蛮狠 但是呢 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 他对我们的打压 难道是只有这个时候吗 70年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从过去的仇恨 到后来的荣兵 到现在的冷和冷战 甚至呢 彼此之间完全都是以毒不回的状况 中国大陆对我们的打压 不是只有这个时候 可是我们必须要想想 为什么在马总统执政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 就成如刚刚这个蔡总统所提到的 我们在WHA的时候 国际声量非常的大 我必须要回忆一下一个历史 在2009年 我们第一次参加WHA 以观察员的身份进去的时候 那时候所有的大国 美国 加拿大 德国 还有很多欧美的国家 都是大声来来欢迎我们 而且我们那时候的角色 还是观察员 这些都是蔡英文 现在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你今天告诉我 国际声量很大 这完全是违反事实的 而且我必须要说 就具体的成效来说 你的声量再大 有什么用 我们还是不得其门而入 对不对 而且你重点就是 除了美国 你注意看看所有的外电 除了美国敢大胆地说出 所谓的台湾之外 蔡总统一向最喜欢的日本 他竟然称为我们特定的地区 对不起 特定的地区 如果他连台湾都不敢说 只说特定的地区 你觉得我们的奥运日本 敢为台湾证明吗 所以蔡总统当他讲到是说 我们跟台湾跟美国很多理念 相同的国家里面有实质的进展 这些都是口头上 这些每个人都还是在 一中的原则之下面 说说嘴巴有什么不好 对不对 这本来就是一个大国 该展现的一个风范 但是你不能因为大国 开口讲这些话 你就认为跟我们真的 实质上就有很强烈的一个进步 我觉得这完全是错估情势 而且我必须要再强调 今天大家的确是要共同对外 但是当年马总统 你不断说我们就是屈辱 在所谓的一中的原则 九二共识之下面 马英九卖台 这么久以来 马英九有卖掉台湾吗 那我们没有卖掉台湾 那马英九反而促进了 非常多国际融合的一个关系 你都不去讲 我今天必须要特别说到 民进党党团 今天在我们的立法院里面 开了一个所谓的记者会 他调料的非常多 我们大概要如何如何 但是他的第五条竟然说 这个部分里面绝对都是 我们过去修兵政策的一个苦果 中国大陆早就准备好 要把我们的邦交国 等民进党一上台之后 才开始抽取 这是什么神逻辑 那就表示 马政府时代的时候 就不会去做 你今天就是你上台 所以他们才会做这个结果 你今天还拿来说嘴 我觉得 所以你说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 对不对 这个连外交口令的逻辑 都说不清楚 所以你就会觉得整个剧本 真的是荒腔走板 我还是必须要强调 我完全同意 就是刚刚靖平也特别提到的 所有的关系 国际关系 两岸关系 绝对会是上位 你如果还从头到尾 没有搞清楚 这个一样的根源 没有好办法在这方面 做一个决策上去的 一个执行的话 你永远都是在口头上面 而且一个在一个在的强硬 就像小孩子吵架一样 你会如何 搞不好就真的来了 那真的来 你后续的动作是怎么样 家长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征兵真的要开始了吗 告诉我具体的政策是什么 不要只是在那边谩骂 然后要求我们团结 我们要团结哪一个 团结台湾国 团结中华民国 团结哪一个 你是不是要跟我们说清楚 所以对于今天 我们再次被断交 我觉得我们整个 整体的外交政策 对于两岸关系 真的要是慎重 再次的去做思考 蔡政府的神逻辑 其实还有一个 蔡总统就说 中国打压呢 只会让台湾还有 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 更紧密 同时呢 你看也不断拿出了 打美国牌嘛 说台湾和美国 在这些理念相近的国家 经济安全上 会有更多的实质进展 所以我要请教授 温教授啊 就是你从这个 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 打美国牌是有用吗 我们和美国 有没有邦交 是这样子啊 就说 北京对台湾呢 它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Vital Interest 就是这个 最高利益 或者说是这个 核心利益 可是美国对台湾呢 它是叫做工具利益 什么叫工具利益呢 工具利益不是核心利益 工具利益呢 就说我 对我有利 咱们支持 对我不利 一脚踢开 大概是这个情况 那所以说呢 你说美国 支持我们 有时候支持我们 可是有时候呢 我们就像是一个 大石头一样的 他恨不得 一脚把你就踢开了 1949年是这样 1979年是这样 我们上次2001年 911事件的时候 也是这样 那个时候 他觉得 小夫妻刚上台 他说 我们一定要保护台湾啊 结果没多久 911事件一来 台湾 拜托拜托 你别吵 你就在那旁边吧 因为你台湾 你没有办法 帮美国在反恐的部分上面 能够付出什么样的 做出什么样的 这个贡献跟支持 好 所以说呢 美国这个东西啊 我说美国这个因素啊 是非常不稳定的 那我想我再回过头来 我把刚刚两位 前面两位 这个先进所说的啊 就用几句话来 把它概括一下 第一个 前驴即穷 第二个 方寸已乱 第三个 方向错 全盘输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 你现在去 你现在面临这种情况 你拿出方法来 我不管你92共识 9395共识 随便你 你只要讲出来 你只要把情况搞好了 那我们绝对支持你 可是你今天那个情况是什么呀 刚好相反 你把我们带到一个越来越危险的这种境地去了 我们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 搞不好明天又来一个 搞不好两个礼拜以后又来一个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 那会不会造成两岸慢慢慢慢走向这种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 那你也要告诉我们 你也要事先要知会我们 我再想补充一点 从北京的角度看 去年我去那边开会 大概他们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要布下天罗帝王 我还说还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天罗帝王 现在我大概分析一下 第一个邦交国 大家都了解 第二个非邦交国 意思就是说有些非邦交国呢 你的名字要改 原来是中华民国的什么什么 你就全部要改 要不然你就搬离首都 第三个叫做国际组织 WHA 这个国际组织大概也清楚 还有一个叫做国际活动 国际活动是什么呢 比如我们去参加什么插花比赛 或者什么比赛 什么这些玩意儿 这个也是受到打压 上次约在那个 我们的国旗就硬是把它扯下来 还有一个国际公司 你像比如说现在的这些外国的航空公司 就是大半都已经同意了 他说你把台湾一定要列在中国底下 那以前我们没有这样子 对不对 还有最后一个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的 就是国际人士 什么人士呢 比如说你是学者专家的 你是当记者的 你如果说你的报告 或者说你的这些发言 如果说违反了北京的一中原则 这个当然跟台湾有关了 违反一中原则的话 我下次不请你了 可是这些人 他是要靠研究中国大陆 或者说报道中国大陆为生的 你如果说你不请他 就等于说你断了他的生路了 那所以说这些人呢 当然他也对台湾这方面呢 他也觉得很感冒 最好你别跟我那么靠那么近 那所以说呢 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 我想再这个重复一下 方向错全盘输 就是因为你这个方向搞错了 所以说呢 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 对外还会持续挖 我们的邦交国嘛 那么蔡英文就说了 我们不会再忍让 所以我们也很紧张啦 那他要怎么做嘛 是开始接下来要进三通 进经贸 进交流 那么两岸再重回这个 对抗的老路子嘛 还是刚刚向委员所提到的 我们南城真的就要上战场啦 是 所以我们讲是说 如果说在过去 两岸搞得好的话 当然是民间可以交流 就一定旺嘛 但是现在两岸搞不好的话 那就是邦交国一定断嘛 这很确实 蔡英文其实在昨天 这样的一个吸反应 真的是我们只印证了一句话 就是说在内政搞不好的时候呢 就怪马英九马政府 那外交搞不好的时候 就怪这个中共的打压 但是一样道理嘛 中共的打压从至始至终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都还是持续的 但是为什么过去八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务实外交 我们可以不用花太多的经费 可是我们持续维持了这些邦交 而过去民进党执政 两年里面掉了四个邦交国 你这难辞其咎 还有更重点的地方在哪边呢 在于是说 到底我们的外交体系 有没有失灵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让人家很心寒的地方 第一线的外交同仁 都是非常优秀 我想我们国家公务员 都非常优秀 非常尽心 非常卖力 这毋庸置疑 可是重点在于是说 这些有意识形态 政治形态的这些主管 主官们 他们有没有确实的 把这样的一个资讯 给转回来 记不记得5月1号那时候 多明尼加要断家的时候 外交部长出来讲什么话 外交部长讲说 目前掌握的其他都一切稳定 好 真的有可能 有比较危险的地方 还不是这一次断交的 这一个布国 而是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是瓜地马拉 就没有想到 那个时候讲瓜地马拉 我们还以为是说 你在打预防针才消毒 如果说真的之后 瓜地马拉有什么变化 还可以讲说你是神预言 或是还可以讲说 你是已经掌握到了 但没想到今天不是 突然间非洲的 这个维俄的邦交国 这个布国 他就已经就是断交了 而且我们讲说 为什么这一次 这个布吉纳法索 他断交非常的重要 在于是布吉纳法索 他是维俄我们国家 在非洲的友邦 而且他还是2000人 2000万人口的一个大国 所以相对来讲说 他在那个非洲的 这个国际地位 跟我们的一个友邦 这个地位上来讲 是非常重要 相对来讲的重要 那如果说这一次 都已经断交的话 那就变成是说 蔡英文政府 真的就是用他自己的意识形态 去强迫我们的友邦 再做一个选择 什么样的选择呢 他就是因为在过去 不承认九二公司 不希望跟两岸 有这个和平稳健的发展 所以造成两岸的 忍动的情况下 我们的友邦也会看嘛 就会看是说 那这样子 就变成是说 要在中国大陆 跟台湾之间 来做一个抉择 我们是要往中国大陆走 还是我们要是要往台湾走 那因为蔡英文政府 你让友邦 有这样的选择 那当然友邦 他们可能就会 往这个比较利益的方向靠拢 又或者说 他可能就会大势所趋嘛 所以我们讲是说 回归到一个重点在于是 外交的策略 都是要建立在我们 稳定两岸和平发展之上 如果说蔡英文政府 在过去这两年持续的用他的政治意识形态 来去操作 来没有办法好好的改善两岸的沟通环境的话 那你今天 不管你在讲什么样的这个凶狠 踩到底极限的这样的一个话语 那只是证明是你生气嘛 可我们又讲是说 生气是本能 可是你能够把事情圆满处理完毕 那才叫本事那才叫本领啊 今天我们把邦交国给用断交 其实邦交国用断交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邦交国一断交之后 他就像什么 他就像断了新的风筝 他就像变了新的女朋友 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是非常难回来的 而且更重要是我们过去金元的 我们投资的 我们努力的 那一些经费不就是付诸一句 不就是完全稍微乌有吗 所以今天真的我们还是要回归重点是 蔡英文政府你可以说清楚讲明白 告诉我们国人 第一你现在的两岸关系策略 到底要不要因为这样子一个 忍动的错误的政策 来跟全国人民道歉 还有第二更重要的是 现在还剩18个邦交国 掌握了多少情资 还有你剩下的邦交国 有没有还是因为要你的政治意识形态操作 如果说再有一个邦交国的损失 或者是说因为你这样的操作 玩火的自焚的情况下 如果18个邦交国全部离我们而去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对国人交代跟负责 那前两天 那个索罗门的那个总理来了 他说请你191 到底给你 因为他是说 他要2023年才举办这个运动会 还有五年 还有五年 他说你先把这个资金准备好 那让我们好做准备 就是掌握这两个字 因为外交部的状况外 害得在昨天呢 这个蔡英文总统 我觉得有点糗啦 本来还喜滋滋的有没有 和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花妈两个人呢 一起开直播都成了网红网美 在卖玉盒包 而且呢还说 哇 全世界都很羡慕耶 台湾可以在产期之内吃到玉盒包 花妈还说对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没有想到六个小时之后 没办法 每个人都得要愁眉苦脸 面对呢 外交断交的事实 好 这我花妈呢 很沉痛 发脸书 她说此时此刻 请大家用团结来取代 冷嘲热讽 好 不过呢 在昨天呢 我不知道大家讨论度最高的 其实是行政院长赖清德 因为呢 出席这场记者会的时候 她从进场到离场 笑容可举 满脸灿笑 那么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的眉开眼笑 包括呢 在昨天你看到这个 陈菊 还有蔡英文的表情 其实都是相当的凝重 而且严肃的 但是呢 这个赖清德脸上 始终挂着一抹 相当诡异的笑容 她究竟在笑什么 当然有很多的这个网友说 难不成呢 是这个台独工作 进度超前了吗 因为中华民国都要被 断交断光光了 好 很多网友在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呢 也出来狂喜风向了 很多人说 那没关系 就算了嘛 终结台的外交 谢谢中国领养 帮台湾省钱 还有呢 我们不用再养那些 穷酸小国 那么大智慧断光光 我们就独立啦 以及中共出手 帮民进党助选 所以呢 再把几个国家票 全都灌进民进党了 我们一一来讨论 不过我要先请教 有志的是 这个赖清德 他到底在开心什么啊 什么事情 让他这么高兴 他那个笑让我想起那个赌神 你知道吗 他妈妈不是跟他讲说 你要相信有一个人 他永远对着你笑 笑你心里发毛 对 他的笑真的是让很多网友很毛 你知道吗 到底在笑什么 这个不是 你知道 你这两天的脸书 你跟我的 我相信在上面 不管是有没有我们新闻工作者 一般老百姓 很多人都是只有两个字三个字 不是十九减一 不然就是丧气 伤心 都是这样 全老百姓没有人开心的 不是也不会有好脸色吗 最起码他们脸色都会很重啊 你我的脸书 孟凯的脸书 大家脸书 哪一个你看过是开心的 没有啊 哪怕是偏蓝的 在这个时候 你看到这样子 你都是丧气 伤心 我不晓得怎么会在这个状况 有一个人是眉开眼笑的 真的笑了我心里发毛 你到底在开心什么 我觉得 不管是你的心里面 是不是觉得说 外交归零也好 是不是 是不是你有什么 最近网路也出现一个很好笑的 阿Q逻辑 他说 没关系 到零就好 因为零只会往上 不会往下 因为没有负一国这种事嘛 也没有负二国这种事 以后每一国都是家 外交部长可以一直升 很阿Q嘛 台湾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光看千惠 你后面 你刚刚讲的开头 我自己是心里发毛 我不用耐心得教 我就心里发毛 我从我们自己当记者 跟我是公关操作的人来看 我们现在政府是荒腔走板 你知道吗 一个总统 跟一个总统府的秘书长 在几个小时之前吃玉盒包 你只有两种选择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就两种选择 一个直播一个不直播 对 你直播你要展现的就是我不在乎 OK的 你不直播代表的是 我今天不想干这个事情了 我跟老百姓一样沉痛 他都没做 你还记得中美断交钱 你还记得当年 虽然当年你还没出生 我那时候 还会不会他真的不知道 那时候中美断交是12个小时 现在的我们的外交部 到底是什么状况 你可以让总统在四五个小时 时间不知道 还在吃玉盒包 中美断交12个小时时间知道 你怎么会在四个小时 还在吃玉盒包 爽快的直播 这个感觉就是什么 荒腔走板 我们的政府不晓得在干嘛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不晓得 四个小时后要发生什么事 这是多恐怖的事情 我们跟着这种政府 从外交部教育部 如果全都是这样子 台湾要活下去吗 外交部有人要跟你拜拜了 我们四个小时不知道 我再讲一次 不知道 多恐怖 你看看还有另外一个画面 我不知道你昨天有没有注意到 他不懂状况到什么地步 蔡英文在这样的国际记者会上面 他下来是跟官员一一握手 你看那个 等一下有空你再看那个画面 为什么要一一握手 我搞不懂 你在高兴什么啊 在庆祝吗 握手不是庆祝一半 谢谢啊 感恩拍一拍 你怎么会握手呢 你相信如果这是发生在美国 发生在任何强大的国家 如果有人说要跟美国断交 你相信川普一定出来 骂完之后 拂袖而去 进去 展现就是 你要让媒体记者写 愤怒 我们不是 我们的总统是握手 谢谢啊 谢谢啊 我们所有的外交辞令 跟公关操作 荒腔走板 这是我们现在的政府啊 而且他们用的语言 我真的是无法想象 到现在还在用大陆打压 金权外交 please please 没有这种事了 你知道现在大陆根本不需要打压你 现在这些人排队要跟大陆建交 反而是大陆说我们考虑再想想 因为他知道嘛 再弄下去 台湾这边一定是群情激愤 悲愤 然后脸书上面又在伤心 上全如勾 又开始这些 他不必要操作你这种东西 现在是没办法 挡不住了 大家一起来 哪一个不是这样 我所知道的是 梵蒂冈今年本来 一月就打算要断交了 很多人都在传这个消息 很多人是把这个hold住 你先不要这么做 做了之后大陆这边怎么办 他也很难面对这些人 没有人在打压你啦 你被他妄想 真的太严重了 没有人在打压你 金权外交更不用讲了 所以你看外交辞令 大陆缺乏自信 我反而要问 你哪来的自信啊 你真的哪来自信 讲人家缺乏自信 我都不晓得你哪来的这种 你可以去讲这样子的话 人家在玩的是多大的游戏 他不需要没有自信啊 现在是习近平跟金正恩 然后再玩一个剧本 写一个国际的大剧本 再玩川普 再玩美日关系 再玩整个东南亚的关系 让日本也跳脚起来 人家玩这种大游戏 谁在跟你搞这种断不断 来不来 往不往 人家玩的大游戏 是你没有自信 不是人家哪来的自信 我最后我真的要讲 什么叫外交辞令 我好怀念 中美断交的时候 蒋经国讲一句话 多有霸气 我在想起真霸气 美国有一天一定会后悔 我们现在总统讲的是什么 打压 金权外交 你只能骂 除了骂之外 你让我们人民安心什么 你刚刚点到的 就是我这一次的事情 看到台湾蔡政府的官员 一个个的荒腔走板的表现 其实还有我们的外交部长 吴钊燮 他昨天第一时间是请辞的 后来又说不辞了 不辞的原因是 总统说他这段时间 外交表现还不错 所以没有必要词 我看到这个 我想说我有看错吗 我也是罪了是不是 就是 所以他从头到尾就是假词嘛 我们看了什么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有没有看错啊 那用同众用的一句话送他 了不起父子 所以这个蔡英文跟 外交部长吴钊燮 还有包括这个 他们现在是整个国安团队 难道事前的这个讯息的掌握 都没有非常的这个充分清楚吗 尤其是这个布吉纳法所 刚刚其实有志和几位来宾提到 在跟我们断交之前 都有一些讯息传出来 包括布吉纳法所的留学生 在我们台湾念书 都已经收到消息 在询问他们 是不是要转去大陆念书了 还是要留在台湾 这些讯息 让这些学生和家长 已经感到错 而且觉得不寻常 那你外交部是充耳不闻 充眼不见吗 完完全全就活在你的 这个平行时空的世界当中 等到事实发生之后 再来责怪中国大陆 又打压了 说怎么样 要受造那种同仇敌恨的这个愤慨 少呆了 老百姓会像你这么无聊吗 大家会很无奈 会很无力 会蛮不爽 会很难过 但是这一股力量 以及不满 你有没有想过累积起来 一直累积下去 随着断交国 如果一直增加 从18个往下掉的话 到时候是到触底的话 就会跟这个政府 这个民众这样子反弹到你政府 反弹到你民进党一模一样 那当然有些人或许讲 断光光的 我们台湾就独立了 所以台独工作者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才会参笑成这样 你们不要把他心里话都讲出来嘛 对不对 真的是进度超前 他也没想到 对不对 尤其是在蔡英文之内断光光 责任就不是在这个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我们的功德院长身上啦 对不对 到时候他就可以用着台独的旗帜 然后大辣辣的就直接 台湾宣布独立了 这简直做梦嘛 我觉得大家要醒一醒好不好 布吉纳法所跟23天前断交的 这个多米尼加 共通点都很像 当然你们一定说 因为都是中国大陆打压 打压我外交空间 国际生存空间 我们台湾人都知道 2300万人都会背啦 好不好 用膝盖都会响 就你们还在拿那个当台词 还在拿那个当理由 问题是 你们也知道这个状况 外交打压 外交国际空间一直限说 我们还一直不断地去送东西 我刚讲布吉纳法所跟多米尼加 我们都送了不少军备 陆军司令王信龙 也跑去布吉纳法所 送他两架直升机啊 那跟多米尼加上车一模一样啊 我们要的回来吗 还要给人家钱 那前两天来我们的这个友邦 又跟我们要了几亿美元 说是战略性的策略性的技术融资 然后给他们去办这个 泛太平洋的这个运动会 我现在都怀疑 跟我们要钱之后会不会跑掉 委员我真的现在都担心这样 我真的担心这些友邦 我们欠8亿元 9亿元 7亿元美元 资助我们以下 会跟你们融资贷款 或是无息贷款 不管怎么样 你用什么理由都 就是跟他借钱 跟他要钱 拿了是不是跑掉 然后跑去对岸 那这些钱如果来帮助我们 中华民国 我们现在人民的低薪 人民的苦日子 然后物价上涨成这样子 救救我们嘛 你一直在救友邦 那大家会觉得 对这些断交 当然我刚刚一开始讲 无感无力 然后无奈 但是慢慢的 这些国家断交了 你问问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有多少感受 还是觉得说 以前国民党你们就是 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被断交 你们讲的这个 冷言冷言语 这样子冷嘲热风啊 那现在换成你们了 因为当时民众用选票 把国民党换掉 认为说 他跟中国大陆立场 跟这个两岸关系搞得很好 结果你还 国际空间还是这样 那换掉了这个 国民党当时执政的情况 换成民进党 会认为你很好啊 你们不要靠中国大陆 也可以杀出一片外交血路 打出一片空间 结果没有啊 更烂 像刚刚委员跟老师讲的 所以今天 让大家看到你们这些团队排排站 好像阵容超前 作为小英总统的这个 他的一个后盾 但是我想 我想到的是 原来你们这些人 就是那个落出很多 很憋角的这个施政 让大家觉得说 你们在外交上 还有没有paypal啊 就算你吴钊燮辞了好了 你又不辞或辞 你能阻止这些断交国 这样的一个外交战 能够停歇吗 可是你说 我们心痛 我们沉重 我们担心 甚至有些人 麻木不忍好了 但确确实实在社会上呢 有另外一种声音 是在拍手叫好的 比如大家都说 好啊 就终结凯子外交了嘛 那么谢谢中国领养啊 帮我们省钱 真的是这样子吗 汤老师 邦交无用论吗 这个我觉得 实在是 没有尝试的一种 民粹思想 因为一个国家 如果说 它真正要成为 一个国家的话 它当然有 它的这个具备的要件 我们大家都知道 领土主权 政府什么等等 最后还有一个 就是国际承认 就说你是一个国家 好啊 可是大家都不帮你当灰色 帮你当空气 那你还是一个国家吗 那所以说这个 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现在我要讲的一点 是说刚刚各位讲到了 说这个吃荔枝 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画面 意思就是说 已经为难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是好像不知不觉 而且以前这个我们有部电影叫做什么 一江春水向东流嘛 就是说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 对不对 这刚好就是这个情况嘛 那另外一点我还要讲了 就是未来 现在的情况很简单 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因为外交部里头的这个人员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可是呢 就是因为你这个将帅 就是要走这种错误的方向 那使得他们呢 实在是 我觉得把他们累死了以后呢 我倒觉得说 我真的是很 心里面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心痛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现在的情况 就是我们要往前看 你现在前两天 那个所罗门的那个总理来了 他说你要请你支持九亿 你到底给不给 我就必须要 欠助天人交战 为了台湾的百年大计 你这种部长 绝对不适合不适任 但是呢 为了要凸显民进党政府的荒谬 这个人留着 或许有他的用途 因为他是说 他要2023年 才举办这个运动会 还有五年呢 还有五年 他说 你先把这个资金准备好 那让我们好做准备 好 他们那边做运动会 比较定案了 他们那边可以来做 下一步的这个规划 好了 那你给不给 好 那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 我大概可以概括一下 我并没有歧视的意思 我们现在的小朋友 大概就是三个特色 黑穷小 当然了 我没有说 我刚讲 我没有那种歧视的意思 可是他们就是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 那他要跟你好 那你要不要付出代价 你当然是付出代价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在 买着他们来支持我 这很简单的道理 那现在好了 那你现在面临到这种情况了 那你要不要继续支持 那你继续支持 如果再发生这个情况的话 那我看你 你怎么样来向国人交代 你怎么样来向国人来自圆其说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目前他们所面临到的一个最大的困境 好 不过刚刚提到呢 心痛痛心 我是蛮痛的啦 刚刚缴完了税 可是我们缴的税呢 养的是这些国安外交人员 就害得我们邦交国一直丢一直掉 那么同时也养了这样的教育部长吴茂坤 好 来看到呢 在昨天呢 我们今天这个国民脑力委科 之前也来到我们现场 请他等一会儿跟我们说明 昨天在咨询时候的细节 那么主要呢 是他搬出资料 就是吴茂坤在05年担任国科会主委的时候 有到大陆苏州演讲 那么之后没有经过私下 没有申请之后呢 他又转往杭州了 所以这个部分 他说违法要下台吧 对不对 可是说自己从来不会犯错 没有做过错事的教育部长吴茂坤说 他记忆当中两个他都有申请 但如果有违法他就下台 没有想我们科委员呢 记住了他手上有资料 确实他杭州行程根本没有申请 百分百是没申请的 那吴茂坤就说 哦 他改口了 那就依法办理看行政院长 要不要让他下台 这我们也真的非常的傻眼 那么大家都已经点名他要下台了 就是在5月18号的时候 是全教总发起的 518抢救教育部行动 可是当时呢 吴茂坤也在装傻 他说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下台 好 还有呢 即将6月10号台大的毕业典礼 史无前例史上首次 从来没有校长的毕业典礼 所以毕业证书上面呢 可能也没有校长的名字 怎么办呢 现在台大毕业生呢 一人一姓要邀请管周敏出席 同时致辞演讲 这完完全是打脸教育部 打到底了 好 不过这个政院委员 教育部长吴茂坤 他怎么样 他现在又不认账了是不是 当时他自己开出了支票 说我有违法 我就下台 结果现在怎么又闪闪躲躲了 没有错 我想那个吴茂坤部长 一定常常吃玉盒包 因为他一天到晚在出包 然后你问他所有的问题 他完全就是前后不一致 可是他耍赖到底 我们好像也不能怎么样 对 他完全跟我们是活在 不同的时空 平行时空当中 所以你所讲的 离异连耻完全不在他的脑袋 刮的认知觉知当中 我不需要说这就是很明显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完全讲究两岸 一定要做很好的学术交流 这完全是可以确定的 可是就从管周敏的事件开始 好像把跟对岸去做一些交流 变成是个不得了的 不好的一件事情 要使出洪荒之力 要不断去彻查 你到对岸到底是兼职 还是做哪一些的事情 这完全是民进党政府搞出来的 那你如果要用这个标准 来去检视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行政官员 那我们就一号来检视 完完全全百分之百 这个逻辑很简单嘛 他去苏州 因为是个国际会议 他经过申请 这个科技部也帮他背书 绝对是这样子 而且科技部已经告诉大家 93年到95年 他在当国科会主委的时候 就这么一饼 就是到苏州去 那至于杭州呢 他是在苏州参加完会之后 的三天之后转到杭州 杭州是绝对不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根据我们台湾地区 公务人员附入的 这个服务的这个办法 第九条跟第十二条 今天很明显感觉出来 法令上写什么 任何中国大陆主办的会议 你不能去演讲 你也不能去参与 在杭州的部分 就是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总是中国大陆吧 对不对 中国大陆主办的 所以你不用掉出什么资料 他就是步行去 那如果他可以去的话 那当初核主的那个官员 就要受到最严格的惩戒 而且他并没有这个资料 所以我敢打包票 百分之百 他就是违法 可是他永远就告诉你 你面对这么皮的部长 我真的觉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在活了这么久 学了很多心理学 我都觉得我要去心理资商了 你不管跟他讲 任何的一件的事情 他就会告诉你 好像是这样子 好像是那样子 问他管宗敏 可不可以当校长 他就一下可以 一下不可以 从头到头 没有一致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 为什么我今天 对这个教育部长 完全要使出我的洪荒之力 一定要让他来做个认罪 因为呢 从来历届 没有一个部长 会引发这么多教师团体 这么多家长团体 站到街头来反到底的 过去教育 我们必须要说 他是部长当中 是最没有政治色彩的 唯有这个杜正舍 可是呢 他就是杜正舍 把台湾地图给倒下来 三只小猪等等之类 可是他已经超越杜正舍的层级了 真的是没有看过一个是如此的 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来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 我必须要说 不是只有把管的问题 问他所有包括退场条例 包括幼教法 他完全回答不出 所有的名词都搞不清楚 所以呢 你如果要用这个教育部长 除非你给他一个完全的任务 否则你用他干什么 这个任务就是把管 但是把管的戏码还没有解除 所以这个人可能会继续带走 所以还会撑着 所以我就必须要陷入天人交战 为了台湾的百年大计 你这种部长绝对不适格不适任 但是呢 为了要凸显民进党政府的荒谬 这个人留着或许又有他的用途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面对这么多违法的事件 我们的发言人徐国勇 还来告诉我们闯红灯事情 我就只能告诉他 吴茂坤闯红灯的市政已 已经确定了 你徐国勇要消单吗 你不要到时候给我已读不回 当我拿出证据的时候 请行政院好好给个交代 违法就下台 这是每个人所讲的 事实已经证据摆在这个部分 就看行政院怎么来接招 全世界都知道他违法 只有连自己人法务部政次 蔡壁仲也说他违法 他说吴茂坤违法不代表 管中敏可以违法 那你等于就间接认了 吴茂坤就是违法吗 是啊 所以说这真的是 不知道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 就是认证 这个是法务部次长认证的 吴茂坤是违法这个例子 不过我先讲一下 这一次今年台大的毕业典礼 台大毕业典礼 因为我也是在 现职的学生 我也即将今年毕业 6月10号毕业典礼 我前天已经收到了邀请函 邀请所有家长 邀请所有在学学生 应届毕业生要去参加毕业典礼 6月10号上面 那邀请函上面 我们看到真的非常的痛心 写的是 邀代理校长郭大为主持 为什么一个台湾大学 一个国内的最高学府 居然是一个代理校长 主持毕业典礼 你说让所有的这些家长 让所有的这些学生 情何以堪 我们说台大难道是临时的学校吗 台大难道是一个违章建筑吗 为什么到现在 这个即将满百年的台湾大学 居然还是一个代理校长 来做一个主持 追根究底 不就是因为你这一次教育部 本来2月1号可以管中敏 如其依法上任的校长 你把他卡管把管直到现在吗 而这一次今年毕业的 这个毕业证书上面 很有可能也是代理校长 我觉得是说 当这些代理校长 或者说当这些邀请函等等的 这些事情全部都留下来 变成是一个历史文件的时候 其实一点一滴都是在打脸 蔡英文政府 因为蔡政府的盲目 因为蔡政府的这样意识形态 真的是让台大全都蒙羞了 而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 还有讲到是说 蔡英文还有时间在吃玉盒包 外交的事情 即将要断交 你没有掌握到 所以你吃玉盒包 那国内最高学府台大校长 现在已经凝缺了 快四个月的时间 你身为一个台大校友 你身为中华民国的元首总统 你难道没有一个责任 应该也要对这件事情表个态 说句话 或是来做一个公正的处置吗 你的部长 教育部长 是现在如此那么有争议的 而且在立法院 有那么多的一些证据 那么多的一些数据 全都告诉你说 你这个部长 过去的行为 已经造成违法了 而且这个是罪证确凿 明确事实 你不出声 今天台大没有办法 四个月的没有校长上任 最高学府 我们的龙头 我们的学术 没有办法比较国际的竞争力 台大管中民 没有办法上任 你不出声 你在吃玉荷包 而我要再跟官方朋友讲一声 为什么总统在吃玉荷包 总统府的说法是说 因为几个小农 写信给总统 说因为他们玉荷包 盛产了不好卖 希望总统帮个忙 原来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 就是一个直播姐 就是一个直播主 就是一个网红 而且等着人家写信 给他来做这个直播 那这样子 台大的校友们 能不能我们来写个信息 对 一人一信 邀请管中民来毕业典礼 也邀请蔡英文 也开个直播 五分钟我们来讲一下 台大校长案 所以我想蔡英文政府 你的这个意识形态 还有就是让吴茂坤 这样的一个争议的部长 不是任何部长 持续在这个位置上 为什么我们一直讲是说 教育是百年大忌 教育是百年数人 教育是一个 非常不能有争议的 不能有意识形态的 因为他所作所为 其实从小到大 全民都会看在眼里 而过往教育部长 最没有争议的 没有想到 现在出了一个吴茂坤 让我们完全跌破眼镜 让我们完全看到 蔡英文政府的下线 所以我真的最后要讲 吴茂坤是不是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他不知道 为什么要他下台 全教总在那外面 来抗议 五月十八的时候 几千人上街头 吴茂坤说不知道要下台 吴茂坤他之前 没有得到诺贝尔奖 但我们讲说 如果说这个脸皮后比赛 能够办一个诺贝尔奖的话 吴茂坤 你绝对是中华民国最棒的 厚脸皮代表 台大在干嘛 八管 文化大学校长南产 文化大学校长出车 这是我们的大学 高中 建宗跟武林 校长被请到调查局喝咖啡 我们国中在打老子 整个已经在乱了 教育被这样恶搞 搞到现在我们看到 台湾整个高教竞争力下滑 那么人才流失 还有精英出走 这问题真的很严重 大家都不留在台湾 你看那种十七八岁的学生 大家要去大陆念书 因为其实不只高教 我记得我也是在这个节目 那时候把管的前几天而已 我都讲了一句话 但是被人家骂 我说现在 我们如果因为把管的事情不管 我跟你讲 你会影响到整个所有的教育 因为大家会不知道怎么办 甚至我在脸书上 我现在也显出一句话 大人在打校长 我小孩打老师 现在就是在台湾教育到底在干嘛 因为有样学样嘛 人家说上梁不正下梁 歪 上面的在打校长 我在下面打老师有什么不对 当然这是玩笑话 可是你想的痛不痛 是不是这样的 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不是玩笑话 我昨天新闻就播到了 是不是 真的是在打老师 真的是在打老师 我现在告诉你 我为什么这么讲 你看看 你把所有我们现在的教育 我们现在教育不就是三级四级制吗 从大学高中国中国小 从大学现在大学 台湾大在干嘛 把管 文化大学校长难产 文化大学校长吐嘴 这是我们的大学 高中建宗跟武林校长 被请到调查局喝咖啡 我们国中在打老师 现在下面国小要干嘛 整个已经在乱了 乱七八糟 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这样到底还要乱多久 我倒想看看教育部长 你是老师中的老师 校长中的校长 我倒形容没错 那你到底要把台湾的教育 变成怎么样 我觉得打小孩 也不会只有一个而已 你要不要往下去看这些 你如果把你心爱的这些老师 你成立一个私密的社团 你在这边讲话不负责任 没关系 我告诉你 绝对老师会所有的老师 灌爆你的网站 多少人要抱怨 还有多少事想抱怨 只要坐在那边 就有多小朋友 在收集老师骂人的资料 你看老师 我跟你讲 我就不来上课怎么样 抬起来寄给记者 有没有在干这种事情 老师打学生 不小心打了有点怎么样 过火了 你还得到 等下家长去跟他道歉 老师的尊严 对不起 请你来上课 你不来上课是我的错 我告诉你 你一直要成立这样的网站 我保证里头的非常的精彩 精彩到你吴茂坤 没有时间去把管了 你要管的是这些东西 他通通不管 是我们这些小孩 我们这些家长的小朋友 我不在乎 你在那边什么全不全 是不是 你要绿的蓝的 管中米到底是蓝的 那关我什么事啊 我的小孩在学校已经乱了 国中在打老师 小学小朋友在搞老师 我要你管的是这个 我不是要你去把管中米拔掉 那个对我没有关系 如果小孩子可能二十年 十八年后才会发生的事 我现在小孩在基础教育 就做不好了 结果我小孩刚要上高中 你就把我高中